话说,淡水鱼家族是真流量苦手 比如初代网红鲤鱼还正在在底层学习如何做鱼 但今天又是一季淡水鱼,鲫鱼 因为我相信自己总能做出一期爆款淡水鱼 让鲫鱼生命远扬的是传奇菜品,下奶鲫鱼汤 传说,当生玩宝宝但没奶水的新手妈妈 喝鲫鱼汤就能很快下奶 这时候就会有好奇的小朋友问了 喝鲫鱼汤真的就能够下奶吗? 下奶的核心是充足好吸收的营养 宝宝的瞬息以及个人的体质差异 鲫鱼汤只能起到补充水、脂肪、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作用 并不能带来绝对的下奶效果 而为啥选鲫鱼? 大概是那个年代鲫鱼便宜容易获得 虽然各小次多,但汤色乳白看起来就很营养的样子 肉酥不出来,起码还有口汤盒 鲫鱼属于理科技术,也是个有基金字的主 在技术下有三个种 旨在日本呆的白鲫 欧洲和我国新疆皆有分布的欧洲鲫 也叫黑鲫 剩下一个是横霸要欧大陆的鲫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寄鱼 技术鱼类有多强悍 奈滴温低昂的双尿优等身 是目前已知最奈低昂的鱼类 没有之一 万物绝技的西伯利亚寒冬 连德玛西亚猛男都不敢下水的绝对禁区 只有寄鱼还在坚挺的冬涌 在被寒冰冻结石的池塘中 水体根本无法获得空气中的氧气 低昂水体里鱼类很难存活 而技术这多奇葩就可以 它能通过无氧呼吸产生能量 但是无氧呼吸会产生有毒代谢强物乳酸 就是你跑步腿回酸的那种乳酸 它们不会自己催腿 但它们可以把乳酸转化成酒精排出体外 此时寄血液里的酒精浓度 每100毫升会超过50毫克 水中酒驾成就达成 寄还分为两个亚种 寄亚种和银寄亚种 而两个亚种技能截然不同 比如银寄 天然多被体的银寄 可以进行雌核发育反育后代 雌核发育是有性生殖 像孤雌生殖特化的中间阶段 什么是孤雌生殖 比如蟑螂和自己姐妹一起就可以快速产生后代 蜜蜂未受精的卵发育成功风 重点是不需要男人这种东西 磁核发育没这么强悍 还是需要雄性的精子 但精子不贡献DNA 只是激发受精卵磁核发育长成新个体 那么问题来了 西欧记里女儿国的人是孤雌生殖还是磁核发育 欢迎在弹幕里讨论 磁核发育被用在水产新品种的培育中 比如现在市场常买到的鲫鱼就是利用磁核发育培育出的抑郁银剂 占市场份额70% 为啥叫抑郁银剂 因为用的是隔壁老王鲤鱼的精子 全名叫抑金磁核发育 野生剂亚种则被推测为是鲸鱼的起源 某些剂因为体内色素细胞组合和密度发生变化 突变成金红色个体 可能是长得好看舍不得顿 加上受到佛教的影响 变色个体被人们放到池中圈养 由鲸鱼的超级发烧友兼终极带货王 宋高中照够带头传播 挂起了全民养鲸鱼的热潮 没有持子养怎么办 这个鲫鱼个头挺小 就放丢盆量吧 原本畅游大江大海 现在只要绕盆转圈圈 后天环境是影响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鱼也一样 窝居生活 让它从快速游动的流线型 转变成慢悠悠的短判肥宅 盆养让人更方便观察鲸鱼变化 有一点形人变化 就把你抓出来定向培养 经过几百年 人为的选育 再和鲸鱼相比 早已画之招展 面目全非 无中生有 暗度成仓 只能待在小小曲面缸里的鲸鱼 引起过精注意 他提出 鲸鱼如果会物理 受曲面钢壁影响 鲸鱼会将直线运动 看成曲线运动 怎么确定人类的物理学理论 比鲸鱼物理学理论更正确 万一我们也是在一个鱼道里呢 引人深思 会不会我面前有面看不见的曲面玻璃 它扭曲我的播放量 它们其实后面多了三个铃 不管是异域银记还是鲸鱼 都已脱离了自然选择 在品种提成 稳定性账的过程中 要么萝莉 要么郁姐 只能选一样 说不定还会突然出现 美少女战士新品种 这些天选之子的基因已经发生了变化 再也不适合回到自然环境的野外种群中 做条普通鱼了 放生鸡得就别找它们了 鱼缸和餐桌才是它们的归属 不管它下不下奶 煮汤时多放两片浆 就是最好的超度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请来个三连吧 下期见